哈喽 欢迎 最近算一次做我们的妇女自由 可能已经过去了小半年了 所以今天我们总有旗鼓 看看我们近期我们的网友们 有哪些生活中的问题 需要我和网友们 也就是你们一起帮我们解决的 废话不多说 我直接看 第一问题 你们相信一件钟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吗 就相信 怎么不相信呢 就我年轻的时候就很瘦的时候 尝尝还是比较好看的 确实发生过一件钟情的事情 就会相信 但我才找到丑的朋友 确实已经没发生过这件事 所以 所以你们相信吗 男朋友在 背后 疯狂输出的时候 我什么感觉都没有 打游戏师吧 组得你刷柜 他在你后面输出是不是 为了配合 我拿出奥斯卡以后的眼睛 就有一次吵架 我让他挑明了 我在疯狂输出的时候 套出电脑 debug debug 我想问问是只有我一个人 没有感觉 还是很多姐妹都没有 因为我没有被从背后疯狂输出过 我都是在背后帮队友输出 所以这个 发图打游戏这个事吧 就是 他在你背后输出 没有打出该有的效果和伤害 就觉得很困扰是吗 所以有没有可能是他的装备不行 他没有那种神器 大宝剑什么的 他只有一个 可怜的小匕首 攻击力只有3 用小匕首 但是一般不会呀 这个操作技巧很简单 也很有效 为什么呢 最后知道的可以帮忙搅达搅达好吧 解释 我跟对方谈恋也不快乐 分手当朋友一种别扭 拉黑的感觉 心里空荡荡的 就应该怎么办才好呢 告诉你一个好办法 叫拖延转弹 拉黑不拉黑 那我们不要去想 我们就继续搞得下 然后在朋友圈秀恩爱 这样别扭和心里空荡荡 你要考虑要不要拉黑这个问题 然后转移到你难不就算了 就他需要考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和承担这些心里的感受 对吧 转移 男生为什么老口是心非 我能把他头给掰开了 男生一般不太会口是心非 想要吗 想 想再要吗 还想 就一般口是心非的时候 一般都是在干坏事吧 只要我一个吗 是的 No 只是秤秤吗 是的 No 为什么男生从来不用服务品 甚至给他买的也不用呢 男生对丁克和布拉图这么看 这话题就不应该问你们 但是太多了 大家都不演 不对我个人而言 丁克是OK了 但是布拉图比较难 至于理由也很简单就是 我是一个老色批 巴鲁在我面前说他的理念 我把他打死 父母总是喜欢说打我的话 我儿子慢才好 又不能顶嘴 就感觉真的是习惯这么说 就我们这上一家的人 父母都喜欢是打压师教育 以前我妈骂我的时候 像这么懒的 以后吃屎都敢骂热的 我很奇怪 我很生气 对方要吃屎了 就我觉得可以先勾听 但我觉得改变的概率不是很大 大概率你只能去通过过热的方式 然后坚强 男生每次和我聊一会就说 他要是先忙了 括号会具体告诉我是什么的事 很喜欢和我用一样的表情包 为什么呀 就可能只想偷你的表情包吧 为什么男女之间对于 微胖这个词的定义 差于这么大 那是没看过某些平台 身高1米5体重160 标题 为什么对微胖的女生 这么恶意这么大呢 评论区 姐妹你很美 加油支持你 然后1米6体重80 标题 感觉自己好胖呐 评论区确实胖 所以对微胖的定义的这个差距 无关性别 只关于人性 感觉现在很难遇到一个正常的男人 要不就是好一点男人都别人家的 我已经做好一个人过下半天的准备了 觉得现在人吧 可能受到互联网的影响就是太大了 就好像每个人都莫名其妙的 作为普通人就对其他的普通人 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高姿态的省势 但这种高姿态又来的莫名其妙 没有理由和根据 就好像食食品的会员有些 现在买食品就会对普通人 有一种看不起的那种心态 那种感觉很像 因为无论有什么性别的人 就作为普通人的话 大部分人的话都是比较正常的 不总在互联网各种的观点 提高出来一种新型的 不符合现实的一种观点的 长期影响下 那可能都是看谁都下头 看谁都感觉好像不是很好的样子 我也可以尝试在思想上 回归普通的 平和的 有共情的普通人 接受普通的自己 也接受普通的比分 普通人不是垃圾人 又高 没毛病 男生的脚会比女生的脚更臭吗 说是理论上是这样 但是也不排除个别的姐妹 不是 实力比较 不符 怎么判断异性 真的喜欢你 要不要看你的身子 对于男生来说 那样的终点是身子 对于女生来说 那样的开始是身体 男生真的会记忆女朋友 更在意 他周围的女性朋友吗 男生真的会介意女朋友 更在意他的 身边的女性朋友吗 男生可能会更在意你这个 语言表达能力上的缺陷吧 所以是 男生介不介意 女生只跟他的女生朋友玩 而能够女 就我觉得我不介意啊 小姑娘贴贴挺好的呀 我想知道 暧昧期的男女 要聊啥呀 刚开始可能是 四分的生活日常 三分的试探 两分的哈哈哈哈 再一分的 十八距离 试探完之后呢 可能四分的日常 四分的八家 以及两分的 对未来的美好的期待 再你之后呢 可能就是五分的哈哈 以及一分的 五 为什么Made对象突然冷淡了 本人高中 就可能是因为你高中了 不好学习 不许冲刺 而在网上去问 为什么Made对象突然冷淡了 本人高中 所以想到将来 可能要跟你一起去进场上班 所以 可能心情比较低落吧 还问 不许缺习 为什么男生总是 加微信就直接说 能不能多上女朋友 根本不认识啊 怎么怼回去啊 我力量的都是 慢慢相处的那种 就不认识 怎么加了好友啊 还总是遇到 还总是加好友 对男妹 实话还说 才能放弃 再又别在这个渠道 加人了好不好 不理解为什么很多男女生 刚认识不久 够了可能几个星期一个月 就能确定关系 这样真的能 互相了解 产相处吗 总感觉真正了解 一个人需要很长时间 我不知道这种生活的节奏 就手工打磨一个月的 那种手工制品 就一定比 六月现在一个小时 制作的东西 更精致 智能更好呢 有人就是 一拍即合 有人就是一拍即对 就劝你 坚持自己 同时 少管人事 如果女生不想生孩子 就单纯的不感兴趣 男人会尊重她吗 夸我这两个人已经结婚 或者 有结婚遗愿的 我也要不要倒倒绑架吧 不存在什么 尊重不尊重 这种事就只有一个 指导方针 不浅谈好 行就行 不行就分嘛 不要什么 你迁就我 我迁就你 你反悔我反悔 什么责任 什么尊重 等到那个时候 你说这些东西 都完全没有用 好吧 后期肯定会闹矛盾的 说一千 倒一万 都没用 输球篮球 真的是男生的半圈嘛 看了论坛里各种 互相争论的dis 看了基本上都是 多看点球吧 不仅仅吧 可能在数码产品 尤其是手机行列 好像小米 还这种 他们的争论 会更严重一点 从来没有 奖励过自己的男生 这对其他怎么看呢 因为以后解渣嘛 就我个人是OK了 其他男生我不知道 你们可以把观点 打在弹幕里 因为我个人觉得 他是一个 对男女双方都有好事的 一个事情 就知道可以不用酸 哼哼 我还没来 不好我有个朋友 括号 他的男朋友 你的男朋友 喜欢在你面前换衣服 是不是 所以你百事不得其解 来发这个问题 改问老鞋大神 不知道这种什么心理嘛 就是特意到你面前换 还是就是日常生活中 在你面前换衣服 如果是后者的话 就比较正常了 如果是特意到你面前换衣服 我觉得他是不是那种 喜欢 看小鸟 喜欢这种批号的那种男生 所以 老鞋觉得 女生在什么样的前提下 可以跟喜欢的人表白 好 担心对方不喜欢自己 是有这种担心的 这个美系了 对不好 就是喜不喜欢 不是一种很明显的事 可以吃饭 一起逛街 一起散步 有种爱美的气氛 还有那种 依依不舍 你们都没经历过吗 为什么在不知道 对方喜不喜欢自己的前提下 还要去表白呢 我觉得女生要相对谨慎一点 相对女生 因为男生就 总体而言 大部分吧 都有一种来者不具体的心态的 所以你这种情况下 他不一定喜欢 他可能就是 参与的身子 建议女生相对谨慎一点 男生要克制一点 你不要天天在网上 败坏我们男生的女生好不好 搞得真 即可一样 好吧 好的 说至于皮肤问题 本期的妇女自由就这样的 后面还有很多问题 我们后面可以 慢慢的提及 好的 本期是不是这样 如果你有更多的一些问题 需要我们 反而网友分解的话 千万别忘记在评论区留言 好吧 当然别忘记 也别忘记关注 我叫马姬 再见